两岸差距越来越大 在这种大事下 两岸统一的日子也应该越来越近了 这是台湾名嘴邱毅的一段发言 最为全岛最炙手可热的学者 邱毅的话向来一针见血 两岸真的马上就要统一了吗 其实关于这一问题 老美比我们更上心 美国军方更是用大数据 推测出了两岸统一的具体时间 让我们一起看看老美是怎么说的 摆读一下两岸统一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两岸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愿望 台湾名嘴邱毅在前段时间大胆预测 称两岸统一越来越近了 邱毅何出此言呢 原来是一直主张独派的蔡英文 终于开始服软了 众所周知 蔡英文此前一直十分顽固 每次发言都很硬气 大有马上就要开战的架势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 蔡英文却态度一转 开始对外宣称 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海问题 有些人不难发现 其实不仅是蔡英文服软了 岛内的很多政客 在最近这段时间都转变了态度 从独公求败到两岸和平 仿佛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人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莫不是他们真的都转了性 当然不是这样的 无论是蔡英文还是其他独派政客 他们的转变态度只是表面功夫而已 其真实目的 不过是为了帮自己拉到更多选票 今年5月20日 就是蔡英文执政满7年的日子 多数岛内民众早就对他还有他所在的民进党颇有怨言 称蔡英文对不起台湾老百姓 还要给蔡英文打59分以下 而这完全在意料之中 让我们来看看蔡英文在这执政的7年之中都干了什么 他自上台后就敌对大陆 令两岸关系剑拔弩张 导致台湾经济一落千丈 就连古神巴菲特都对台湾退避三社 称这是危险的地方 不能投资 7年的时间早已让台湾民众彻底看清蔡英文的嘴脸 纷纷表示不会再投票给民进党了 显然蔡英文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才态度180度大转弯 开始高呼两岸和平 他在岛内大搞军事演习 甚至在前段时间搞起了所谓的汉光计算机冰腿演习 以此来预测起方的胜算 面对嚣张的台军我们的解放军怎么能忍 从5月15日到5月16日 解放军共出动了25架军机 5艘军舰在台海周围活动予以台军回击 其实不管蔡英文如何挣扎 海甲两岸的实力摆在那里 若是蔡英文和民进党依旧殖民不误 妄图以武谋独 那么必然是死路一条 两岸局势剑拔弩张 有人可能要问了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呢 关于这个问题 老美比我们更伤心 美军一把手马克米利 曾在一次公开发言中称 中国大陆有望在2027年收复台湾 为什么说大陆会在2027年收复台湾呢 这里主要有两层原因 第一层原因是因为 2027年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 美军猜测解放军最有可能在这前后收复台湾 以此作为百年建军的限定 第二层原因是美国认为 2027年后大陆将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 收复台湾 当然这只不过是美国的自说自话而已 要知道几年前 美国智库还预测说 大陆会在2024年收台呢 他们自己都没有统一好意见 我们自然也不用听美国在那里瞎分析 中国大陆想什么时候收复台湾 以何种方式收复台湾 都是我们自己的事 国台办不止一次表示 我们愿意以和平的方式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台湾当局若是想要避战 首先必须放弃台独立场 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也是两岸百姓最愿意看到的 但如若台湾当局执迷不悟 企图以美谋独 那么我们也必定会加强练兵 保护祖国的领土完整 大家对邱逸的预言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